风吹来的沙 我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曾见过算命先生 甚至还找他们算过命 他们常常仅需用三言两语 就能勾勒出眼前之人的曾经 这一点很神奇 也很基础 也正因为此才会有人深信不疑 请求算命先生帮助自己看一下将来 这世上信命的人很多 几乎每个人在某个阶段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迷信 认为命运是个神奇的东西 就像一局游戏的预先设定 角色和技能皆是上天设定 其实是并非如此 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由自己长期的行为所形成 算命先生所做的 不过是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 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在这个社会上 有的人活得很好很自在 有的人却落魄愁苦十分无奈 说到底是他们的命运不同 好命之人生活美满 事业有成 福则深厚 而薄福之人则家宅不宁 穷困潦倒 受人欺辱 太多人在事不顺心的时候选择放弃 从此破罐子破摔 浑浑噩噩度此生 殊不知 每个人在挫折面前 要做的都不是认命 而是认清自己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福 不在眼下的经济条件 而是每一分每一秒 在行为上的积枣 身上有这四个特征的人 日后必有后福 一个人的善良 是他最大的福气 当一个人积极行善的时候 福虽未至 或却已悄悄远离 了凡四讯有云 人为善 福虽未至 或已远离 人为恶 或虽未至 福已远离 说一个人 如果坚持做善事 虽然看不到福报 但是灾祸 却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远离 一个人如果做坏事 就算当时没受到报应 却是在将今后的福气 往远处推 每个人交朋友 都想交到重情重义的人 出感情 更是追求真心实意 可是人到底是善于伪装 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表面上表现的那样美好 藏在背后的心思深不可测 亦很难被人猜到 时间毕竟是最好的卸妆水 它不仅能让人与人之间日久生情 更是擅长让事实水落石出 日久见人心 有福气的人 必定是从前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积德 为人处事 真心实意 重情重义 这才能在将来的某一天 收获太似毫无征兆 其实早有善缘的福报 二 谦卑有礼 言出必行 俗话说 人狂必有祸 天狂必有雨 它指的是 一个人不可过于狂妄 否则会吸引身边所有人的目光 到那时 祸害自然就找上门了 水滴为海 人滴为亡 一个懂得谦卑的人 其实骨子里渗透着高贵 没有人会讨厌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渗透着涵养 这样的人往往也能深受大家喜爱 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讨厌狂妄自大的人 当一个人狂妄自大时 其实也是他衰败的开始 那又谈何福气呢 所以 有福气的人 其实大多懂得谦卑处事 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 保持低调 才能避免树打招风 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 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 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 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所以 谦卑的人更容易成功 并且他们也懂得感恩 不要小看生活中谦卑有理的人 他们的谦卑出于智慧 那些只要有点小能耐 就恨不得让天下人皆知的人 很容易就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毕竟当一个人居高临下的时候 难免会显得咄咄逼人 这就会给别人带来不适 让那些原本想要提供帮助的人 在看到这趾高气昂的模样后 自然避而远之 甚至还会引来背后倒鬼 穿小鞋的戏码 做人无论走到何地与何人共事 想要长久都应该做到两个字 诚信 经常实验的人是不会被人为以重任的 毕竟谁都不想计划被打破 自己被放鸽子 人最可怕的缺点不是能力不济 而是满嘴谎言 为人若做不到言出必行 那就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说出不切实际的大话 谦虚是美德 诚实是道德 三 正直厚道 勤勉自律 事业有成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自律 自律的人会严格要求自己 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事情皆有轻重缓急 正因为足够的勤勉和自律 才会在日积月累中 为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句话说得好 切而不舍 金石可漏 人只要坚持就会有所收获 好运和福气也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来的 当然只是自律和勤勉 也不一定就会拥有福报 做人不可忽略 还有正直和厚道 俗话说 白天不做亏心事 夜里不怕鬼敲门 人不仅要坚持不懈 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更要选择走正道 心中坦荡荡 才不会有愁容摆在脸上 为达目的投机取巧 做了坏事的人 即便拥有了一时的成功 也会带着一世的不安稳 有福气的人未必腰缠万贯 但一定衣食无忧 福气不只体现在经济上 更体现在精神上 四 欲视冷静 稳重淡定 朱志瑜在《打小宅生顺书十九首》中 写了这么一句话 圣贤自有忠正之道 不亢不卑 不骄不舟 何得如此也 说圣贤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之道 不自卑 不谄媚 不骄傲 不急躁 一个人预示是否淡定 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其人生轨迹 在心理学时大反应中 有一个叫蝴蝶效应 它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 洛伦兹发现的一种自然现象 说亚洲的蝴蝶拍了拍翅膀 将使每周几个月后出现比狂风还厉害的龙卷风 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夸张 说的却是一件小事 对整体结果的影响 在我们的成语里早就有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之说 可见一件小事对大局的影响是多么的不容忽视 常言道 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性格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这个人的行为 而行为又决定了其自身的发展 所以 性格沉稳之人 很大程度上会比性格急躁 做事毛躁之人的运气要好 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期 有的人在低谷期抱怨焦躁 心神不宁 有的人则冷静沉稳 用心反省 做人不仅要懂得在巅峰期低调处事 还要学会在低谷期稳定情绪 欲试冷静的人 一般不会做出冲动之事 生活中理性的人 往往比感性的人更容易收获成功 因为足够冷静 所以判断事物的能力也强 应对糟糕事情的能力 就会比一般人强 此亦是福气积攒的方式之一 做一个坚韧的人 总有一天 你曾经的坚韧 会以另一种惊喜的方式 出现在眼前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